郑爽新剧官宣就引起轰动,网友,男主是他,不活都难。 1.翡翠恋人在2016年就开拍了,不少粉丝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两年多了,又定装照流出,可是迟迟没有上到,翡翠恋人使郑爽与李中社合作,两个人展现了一对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, 2.这部电视剧是有90后当红小花旦郑爽和韩国男女人一起演绎的,郑爽新剧官宣就炸,网友,男主是他,不活都难。 2.如今翡翠恋人在韩国引起了收视狂潮,郑爽的被韩国网友简直碰上天, 2.人气直超杨米赵丽颖,一头清爽的头发深受粉丝喜欢,韩国网友欲为时尚短发最美的女星,可见郑爽的人气。 3.郑爽新剧官宣就炸,网友,男主是他,不活都难。 3.话说也是,就算在国内,郑爽随便做一件事都能上热搜,就是那种自带热搜体质的女星。 4.无论如何粉丝们对郑爽的评价到非常高的,可见小爽的粉丝对她的喜爱程度。 4.郑爽新剧官宣就炸,网友,男主是他,不活都难。 4.和韩国人气实力男星李忠硕的组合,无疑是把高颜值的组合诠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而且二人各自的代表作都是深受观众喜欢的。 5.郑爽新剧官宣就炸,网友,男主是他,不活都难。